许多歌迷都会吐槽不少好听的中文歌曲都是从国外翻唱来的 尤其是发现特别喜欢的某首歌原来是赵班国外某个歌手的时候 一下就会对喜欢的歌失去兴趣 其实国外的歌手也翻唱过许多中文歌曲 下面特地整理了其中十首不错的歌曲 一起来听听翻唱成外文的中文歌 作为吻别的英文翻唱版 是国人最熟悉的外文翻唱歌曲 它是麦克学摇滚麦克兰斯德罗主唱的一首歌 收录于专集《Top in the Toil or Hot 2》的单曲 曾被华人歌手林依连将美气等改编翻唱 为回馈中国演迷的支持 他首次将王妃的《我愿意》改编成英文版 《Still Here》与原唱相比 《Still Here》重新谱喜 加入了Lennie Marlin所擅长的吉他 并放慢节奏旋律 以他清新嗓音唱出对爱情的承诺 三 我愿意这首由日本组合 《Exile》主唱《Not To See》中文演义的《我愿意》 收录于《Exile》组合于2012年元旦发行的 Solo专辑中 自证强原的中文发音 配合日本是编曲的新版《我愿意》 歌声真挚诚恳 此外 由林志玲参演的MV 也很注重中国 意境 林志玲在MV中一身旗袍 在一个老房子里 用音乐到近那个最具流光异彩的年代故事 4.I-W-A-L-K-T-H-I-S-O-O-H-D-A-L-O-N-E-M-I-C-E-T-E-L-L-E-A-R-N-S-T-O-R-O-C-K 迈克学摇滚 简称MLTR于2007年12月10日 推出的专辑《I Walk This Road Alone》中的歌曲 《I Walk This Road Alone》 翻唱的就是中国摇滚之父推荐的一无所有 5.海阔天空 美国乐队NATRO乐队 用粤语唱Bound的海阔天空 本已十分难得 细细听了 毫无违和感 根本听不出是外国人唱的 甚至比有的国人唱得还好 6.A FOOTH STATAMER 由来自游州和美洲的音乐人 在中国组合的FLB舞乐队弗雷德乐队 用法文演唱了《因为爱情》 虽然整体节奏比原唱慢了一些 但整体舒服自然 因为《爱情法语版》一经推出 优酷点几率已超过千万 这支组合拥有优酷牛人的称号 7.青藏高原 享誉全球的海藤王子维卡斯 演唱《青藏高原》非常轻松 据说 Whites的嗓音可以跨越五个八度 高音区域的华丽语回转 自如连女歌手也难以企及 8.甜蜜蜜张纳拉和何润东 在韩国艺晚会上现唱甜蜜蜜 他已经算是中文不错的韩国艺人了 唱起《甜蜜蜜》比何润东 竟然还好 9.花海中校界是日本著名的海岛唱腔歌手 他翻唱过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 光良的童话 陈奕迅的十年 邓丽君的《在水一房》 周杰伦的《花海》等歌曲 其中翻唱的《花海》最为有名 连周杰伦也赞赏有佳 10.三百所奈周传雄小刚的名曲《黄昏》 由女生来唱会怎样呢? 越南美女歌手《Mingtide》转名雪翻唱的《黄昏》 以二图为主配乐器 将中国的民族乐器与现在电声乐队完好结合 加上女歌手的甜美丧音和倾情的演绎 别有一番韵味 被翻唱为外文歌曲的中文歌曲非常之多 这里只是选取了得到大家普遍认可的几首经典歌曲 让大家换换口味 领略一下同曲不同音的感觉